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快报 那么最新的一条消息 也是比较紧急的 就是在广东的台山 台山核电站被传出有核泄漏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建设核电站的其中一家公司 是法国的EDF 它不仅参与建设了核电站 同时它还拥有建设核电站的中国公司 也就是广东核电集团的30%的股份 那么法国公司发出了一个紧急的求助信 给谁呢 给美国国务院 为什么 因为它发现中国政府 就是中国的监管机构 把核电站的附近的核辐射的标准给提高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核电站出现核泄漏的时候 周围核辐射的浓度肯定是升高的 它故意的把标准提高之后 也就是说不会发出警报 就是好像还没事一样 实际上它是有核泄漏 但是它把这个标准提高了 所以说它就求助美国公务院 让美国参与进来 让美国不管是从政治上面 对中国进行施压 或者是进行调查 总之就是法国公司 它无能为力了 中国政府没有那么配合 而且它对这个情况比较紧张 因为中国改变了核辐射的标准之后 从法国人的角度来讲 你这个是远远超过了法国的标准 是很严重的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那么这里面 法国公司跟中国相关方是如何接触的 如何谈判的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知道是法国这个企业 他们觉得他们有义务要通报全世界 告诉大家说 有这个风险 有这个可能性了 那么目前我们先不知道 台山附近的核泄漏 有没有这个出现 或者是到底多严重 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 至少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是 台山核电站跟周边的 这个环境指标是正常的 问题是你中国政府说正常 是因为你把这个标准给提高了 你变得正常 如果按照原来的标准 是不是就不正常了 对不对 是不是就说明他有核泄漏了 那么核泄漏多少 当然这个是一个具体的 我们不知道的数据 但是问题是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它是关系到成百 成千万的这些人民的 他们的安危的问题 你怎么能够当这个事情 完全没有发生 对不对 中国政府他为了掩盖 自己的核电站出现的漏洞 以及政府的面子问题 他可以不顾数百万 数千万的中国人的生命 他可以把人命放在一边 因为他的面子是最重要的 很明显 这也是为什么 法国公司没有办法了 法国公司毕竟作为一个企业 它是要负责任的 万一出事了 它是要承担责任的 我们看这个地图的话 也看得出来台山离广州 离香港 对吧 都是离深圳 距离都不算太远 在香港 在深圳 都有大量的美国人 美国企业 对吧 所以美国不可能不插手的 而据CNN的报道 美国政府也因为这个事情 跟中国政府联系了 并且美国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还有能源部 股院都召开了多次的会议 来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分析 研判 这个事情如果真的是很严重的话 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当然目前为止 可能似乎还没有很明确的消息 说真的和谐漏漏漏 会影响到某些人的安危了 但是这个事情 这个信号是个很危险的 不得不加强重视 不得不引起全世界的警觉 因为真的如果出现问题了 那不是小事 要出事一定就是大事 但是这里边按说 不是法国人 不是美国人应该最着急 应该是中国政府最着急 对吧 因为他的人民现在有风险 大量的中国人 是有被核辐射的风险的 但是我们却看到了 中国政府确实很潇洒的 中国政府反而是最不担心的 最表现出一副 漠不关心的样子的 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到底政府政权 是不是真的关心人民 从这可以看得出来 从这其实也能看得出来 中国政府 对于武汉疫情的源头 它为什么要遮遮掩掩 实际上从对台山的核电站的问题 遮遮掩掩掩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做法 这也是法国在给美国求助信里边提到的 因为法公司要跟美国解释 为什么他不跟中国政府联系 他是要跟美国政府联系的 对吧 他解释的时候就说 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是 对这个事情是 一直觉得说 没事没事没事 因为法国人 毕竟他是搞核电站的 对吧 他是很认真的 按照他的程序来的 有出现一点误差 一点问题 他都要提出这个问题 对吧 都要让大家去讨论 要去警觉 然后看看有没有解决办法 把所有的危险 减小到最低 每次跟中国提出来的时候 中国都是说 没事没事没事 这种表态肯定是不符合法国公司做事情的标准的 不符合法国的 他们这种高标准 严要求这种程序的 所以看到中国政府这样的表态 这样的监管部门的这样的这种 打马虎眼 所以法国公司实在没办法了 觉得这件事情真正出事的话 是很大的事 所以说联系了美国 当然我知道 很多人可能离不开台山 离不开周边地区 因为他们要生活 如果我有条件的话 我住在那的话 我肯定带着家人先离开 肯定先撤走 以后如果真的说安全了 我再回来 为什么 因为中国政府是没法让我相信的 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事件的进展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块钱